現在才知道 飲料喝多命不飽 是 韓人真的很愛喝飲料 在全世界的排名 僅次於以色列 全世界排名第二 哇 我們台灣人好厲害喔 對 光是一年的商機 就五百二十億新台幣 沒錯 哇 這個商機實在太大了 沒錯 台灣人啊 愛喝飲料的程度啊 其實我們走在街上 就可以略知一二 因為你看每一條街 每一個巷道 大概都有個兩三家 隨處可得 我的貢獻也不少 而且你知道 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 所以現在在外面喝那種 市售飲料的機會很大 但是呢 到底市售飲料 應該要怎麼樣 到底可不可以喝 喝得健不健康呢 今天專家 就要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囉 今天三位來賓可說是 螞蟻的化身 你也跟他們一樣 每天都要喝上一杯韓糖飲料嗎 小心 市售飲料危機多 專家們就要告訴你 喝到假飲料 讓你健康海溜溜 到底應該怎麼挑 趕緊看下去囉 最近幾年 珍奶發明以後 手搖飲料以後 連這個觀光客來台灣 都指定要喝珍奶 珍奶真的是台灣之光 台灣之光 現在已經全世界都知道了 而且賣到別的國家超貴的 對 不過也因為這樣 很多年輕人就三瓶五瓶的 那個小店面很多 幾乎發卡包的一間店 你到處都會受到誘惑 到處也都可以買到 非常方便的手搖飲料 沒錯 可是啊 因為這個手搖飲料 之前新聞有報嘛 其實現在問題也不少 但是我們的手搖飲料 到底是怎麼變出來的呢 就請捷琳來告訴大家 好的 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有口福囉 因為我要直接調給現場的觀眾 來喝一下 是捷琳調的耶 是啊 好開心喔 看一下這個呢 就是市售的綠奶茶 那首先呢 這個當然就是白開水囉 那白開水要怎麼變成綠茶呢 看到我手上這一罐 就是我們的 那我只要滴入 少少的一滴之後呢 一滴喔 就這樣子 好像墨汁耶 對 對 然後把它攪拌一下 它就變成了 綠茶了 對 變成綠茶之後呢 來 我們問一下帝琳姐 請問你要 嗯 少糖 而且去冰 好 那我們就少糖 那就加入3滴果糖 好 就這樣子喔 這樣子 少糖 最後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調出來的是綠奶茶對不對 對 所以呢 這是我們的 調出來的奶茶 這個 對 牛奶嗎 那是真的牛奶還是 用奶精調出來的牛奶 然後 再把它拌一拌之後 對 這是好好的綠奶囉 大家請我們現場的來賓 喝喝看 捷琳調出來的綠奶茶 到底好不好喝喔 好 先喝看看 好 好 真的很香 有點像蘋果的味道 蘋果 真的很香 所以你怎麼變蘋果 有沒有 真的耶 為什麼會是蘋果啊 好香喔 捷琳可能那個香精用太重了 用太重了 用太重了 一次想磨殺我 他那可以一滴要稀釋300倍了 對 但是你下手有點重 所以我現在喝下去沒關係吧 沒關係 你還不錯 但是少了一點糖 可以再幫我加糖 因為我們剛剛是少 因為我剛剛點的是少糖 那是巨妹妹的 不是我的 我要全糖 你要全糖是不是 我要全糖 對 你很敢耶 總是那我們就再加多一點點 等一下喝完去運動就好啦 把它排掉就好啦 真的假的 這一杯等於是喝三杯 濃縮成一杯這樣子 可是你喝那個 你確定可以運動代謝掉嗎 真的還滿香的耶 很香 那你喝一下另外一杯 再喝這個 這是市售的綠奶茶 一般市售的 我通告費有比較多嗎 你是沒有比較多 但是你是勇士 這杯比較好喝 是因為是傑林調的嗎 不是 因為它真的比較淡一點 比較淡一點 不夠甜 對 那這杯裡面已經躺很多 比較多 不是在喝甜度 不是在喝 夠了啦 一直喝 不用一直喝啦 不是 因為好喝的 我要多喝一下 其實都還滿好喝的 你不要看這樣兩杯 其實它味道 不管是茶 牛奶 都有一樣的味道對不對 對 那甜度當然個人的喜好 那它的價格可能差十倍以上 真的假的 對 它到底是怎麼調出來了 我們都不知道 那這種東西喝下去 對身體上 到底健康上有什麼危機 其實剛剛群峰哥說 比較好喝的這一杯 市售綠奶茶 大家知道嗎 它可是用 像剛剛我們已經聽到傑林講 這種飲料 其實它的糖分含量很高 所以像來賓 大家都每天會喝這種飲料嗎 喜歡喝嗎 甄莉 當然 手搖杯人 因為有時候出去外面買 OK 可是在家裡你可能沒有辦法買 我會打電話叫它外送 你家人口有多到 可以達到額度外送 你一個人 因為兩百塊外送 快兩百塊外送 那我大部分如果叫外送 我會叫紅茶 對 然後紅茶大概二十五塊一杯 差不多 對 然後就是差不多八杯 我大概兩天就可以喝完 而且我家的飲料 是一箱一箱叫的 因為我懶得去搬太重 我還直接在網路上 就那個什麼插烘這樣子 然後就系來回家 那你知道你一天喝四杯 你剛剛照這個喝下去 你喝了六十顆方糖一天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沒有吃正餐 就是為了要這個 這個糖 有沒有 就是故事失筆 群峰你剛剛都說 你喝全糖 對 那你喝這種手搖飲料的機會 有多少 一天差不多兩杯 但是不包括便利商店 手搖杯 都一定要兩杯 因為我剛剛來錄影 我就買一杯來了 對 而且就放在我的桌子上 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說 這杯飲料是誰的 我想說第一集就要錄這個了 還放一杯手搖飲料 就習慣了啦 我就這樣怕 我放在車上 對 他放在車上 曾莉姐不拿下來 你知道我去看中醫 醫生這樣一把麥就說 不喝水喔 你怎麼知道我不喝水 所以你們都不愛喝水 我也不喝水 我只有運動的時候喝水 就是沒有味道的水不太喝 所以我跟你講 像這樣的觀眾朋友 可能很多 這很危險 因為現在很多人 不一定喝手搖飲料 可能喝便利商店的 對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喝一些 什麼果汁店的果汁 對 所以元春你也是 愛喝飲料的人 但是你很瘦耶 可是我是手搖飲的大戶 我一天 大戶 對 因為我喜歡吃飯配飲料 所以一個便當就要一杯手搖飲 所以一天就是早中晚 再加那個宵夜 所以你也是一天四杯 可能下午可能渴了又會多忙 而且我家樓下超方便的啦 有四家連鎖的搖飲 所以你平常都點什麼 你都喝哪一種 我一定喝奶茶 因為我好喜歡喝奶茶的味道 而且我一定是就是全糖 就是正常的黃金比例 後來如果心情不好就會加糖 因為那個 還加糖 對 就可能正常的糖再加半糖 因為就心情不好喝甜的會樣子 所以你每天心情都不好 可是為什麼她喝不會胖啊 對啊 你喝就胖成這樣 我那... 你敢講我 可是真的耶 你原生這樣喝 她每天喝下去的糖量含量很高耶 其實但是她都不會胖耶 可是我也是把它當作水喝 因為不喝水 我想說多喝一點奶茶 你們消息會曾經做了一個 曾經做了一個報告 我們台灣每一個人 一年吃的糖 如果用荒糖把它疊起來的話 101的高度有 好可怕喔 五十四萬五千凍 好可怕喔 全部加起來 五十四萬五千凍 一天一的高度方糖那麼多 那這些吃下去的話 你想想看 對健康的影響有多大 而且最怕是我們的下一代 你想想看很多學生 他們一放學之後 就經過飲料店 每個人一放學 就立刻一杯有沒有 幾乎是每個人都一杯 而且在學校的兩邊 三邊都有好幾家 對 那請問一下許醫師喔 因為雞腿要配一下 還能那麼喜歡吃糖 吃了那麼多的方糖 那這樣的話 對身體上有什麼樣的一個 危機跟影響 因為這些糖 這些果糖 事實上是從那個 玉米澱粉 它分解出來的糖漿 是 那你吃多了之後 事實上這些糖分解之後 會變成脂肪 堆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變脂肪 對 那它如果說 堆積在肝臟 那就有可能變成像 脂肪肝 那堆積在我們身體 血管裡面 全身 那有可能之後 會造成類似像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是 跟這個可能都有關係 甚至糖尿病 甚至有些研究 甚至它跟 癌症也有關係 跟癌症也有關係 是 許醫師 所以像群峰剛剛這樣講 他說有什麼關係 反正我喝一喝 然後跑一跑就給它代謝掉 它代謝也了嗎 其實它吃進去以後 事實上 它的果糖跟我們一般的糖的 它的代謝途徑 事實上不太一樣 它事實上會 所以它代謝不掉 它可以 但是很多會累積成脂肪 沒有辦法完全代謝就對了 你剛好聽到醫生說 堆積嗎 有聽到 甄莉姐 有 那個 所以我換一方 那我們以後不要用那種糖 我們換成冰糖 自己在家做 用冰糖可以嗎 其實糖 以精緻糖的角度來看 身體的熱量負擔是一樣的 都一樣 但是喔 對 觀眾朋友 如果有養過小孩 應該很清楚 早個年代 我們在泡奶給小孩子喝的時候 都會擔心小孩子吃太甜對不對 對 像我印象很深 我以前有養小朋友 我們都會注意看那個奶粉的標示 會有加蔗糖 對 對不對 以前喔 買奶粉如果加蔗糖 你會擔心 就我要選那個沒有蔗糖的 因為就怕小孩糖甜了 那個奶喝了這個牌子 他就不喝別的 所以奶粉他們也很奸詐 因為加一點糖 小孩子就喜歡吃這個牌子 對 吃到會吊到對不對 所以以前大家對蔗糖就覺得 蔗糖好像不好 吃到會上癮 對 結果這個年代過了一二十年 現在這個年代 反而是蔗糖標榜 感覺是健康的 王老師 最近我們看到很多的手搖杯的店 他是強調用蔗糖 他不是用一般的果糖 蔗糖本來我們感覺上是天然的 對 那這樣的話蔗糖跟果糖中間 它有很大的差異性嗎 對身體來講不是田園的最好嗎 但是事實上現在因為時代的改變 我覺得科學家也很厲害 把玉米 尤其是基因改造的玉米 把它做成果糖 高玉米 果糖 糖漿 所以現在很多飲料 手搖杯幾乎都是用按兩下透明的液體 那個甜度比蔗糖還要高 但熱量是差不多的 蔗糖各位也不要搞亂了 蔗糖是甘蔗做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不一樣來源 一個是從玉米來的 一個是從甘蔗來的 那甘蔗來的其實做到成砂糖或二砂 或者是白砂糖 基本上也是精緻的 基本上也是精緻的 那這樣講起來 我們到底應該吃什麼糖比較好呢 對 越不精緻的越好 所以有一些現在更厲害的 現在標榜更健康不是我用甘蔗汁嗎 對 現壓甘蔗汁 對 現壓的 對 那當然是最天然 那就真的是天然 那再來甘蔗汁 我們如果在家有機會 把它熬一熬熬一熬對不對 對 它就變黑糖了 中間的過程叫糖蜜 是 就是黑糖糕 對 再把它水分拿掉 就變黑糖塊了 對 那再把它脫色脫味脫臭之後 就變成二砂糖 最後變成白冰糖或白砂糖 這最精緻的 最精緻的最貴的 所以你要越健康越天然 應該往上吃 不應該往下吃 甘蔗汁這樣子最好 不過剛剛其實捷琳 在調那杯飲料的時候 他有加入一個神奇秘方 對 到底是什麼秘方呢捷琳 是的 剛剛電情解說 這杯現場調出來的綠奶茶 為什麼有一股濃濃的蘋果香呢 正確答案裡面的小撇步就是 加入了這個 茶巾 但是現在要告訴大家 你要小心 如果這些劣質的茶葉加上這些香精 吃了可能會讓你命不飽 真的假的 怎麼會入到一半 你看還喝一口 還滿大口的 而且他還一直喝喝四口 對 但是好可怕喔 因為其實茶巾 像群峰剛剛喝下去說 根本就沒有差別是不是 沒什麼差別 所以你平常有喝泡茶葉 真正茶葉的時間 有 因為我們家有在打牌 對 我岳母他們都會用茶葉泡 泡真正的茶葉 等它退冰的時候 再拿去冰箱冰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樣比較不會髒 可能最張就是我用你的手 再去抓 沒禮貌 沒禮貌的小孩 可是那像剛剛你講 因為你有喝真正泡的茶葉的習慣 然後你也喝手搖杯 那你喝起來 用這種茶葉香精調出來的茶 喝起來跟真正的茶葉有不一樣嗎 真正的茶葉會比較甘甜 真的茶味會比較重 茶味會比較重 這個就只是聞香 但喝下去就還好 沒有那麼重的茶葉味道 所以一般市售也有那種 專門用茶葉去做的手搖杯 對 那可是那個喝起來 價格高一點 對 價錢會比較貴 而且貴很多 就你有看到茶葉這樣子 你沒有看到茶葉 它泡起來 可是你喝起來 就是那個茶葉味道會比較重 那可是我就會覺得 茶葉味道重又這麼貴 那我還是喝那個便宜 茶葉貴的 同樣一批茶可能兩萬塊 便宜的可能一斤喔 兩百塊 就製茶的過程裡面如果失敗 那一般業者 最近有一個報導 業者為了要減少 降低它的成本 它竟然是從國外進口 假裝台灣茶 那個一斤才多少 一百塊 這麼便宜 一斤一百塊 那個茶木一斤才新台幣 一塊錢 對 用這個泡出來的一個茶葉 那像這樣裂子的茶葉 泡出來的 連業者自己 他們員工都不敢喝 我們要請問這個許醫師 這種裂子茶葉 泡出來的一些飲料來講 它對我們人的身體 到底危害有多大 去店裡面買那個茶葉 或者是那些包裝 已經變成真空那種 其實很多標示都不明 你知道它是場地是哪裡 對 公司地址也沒有 對 所以甚至有 它到底是我們本土茶 還是進口茶 其實你自己也不叫 都寫本土 之前衛生署有檢驗一些進口茶 甚至有一些殘留農藥的問題 所以例如說我們殘留農藥 事實上你暴露了之後 有的人有可能會類似 噁心嘔吐 嚴重的話 像我們說住院 喝有機聯絡農藥中毒的病人 事實上有可能嚴重的 會到急性呼吸衰竭 肺水腫這樣子 這麼嚴重 甚至有些有驗出 像百滅林這種 除蟲菊菌類的農藥 那這吃了也會容易 噁心嘔吐蠟肚這樣 聽一下王老師 現在聽說 因為一般來講 台灣進口最多的茶葉是越南 葉子的茶葉它最便宜 那另外就是說有一些葉子 甚至連茶葉都不用了 就直接用剛剛那個茶精來泡 那這樣的萃取 這種化學的萃取 對人體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 對 你真正泡茶 如果真正用茶葉泡 因為它有殘凝酸 它有茶鹼 所以你會有一個 色色苦 酷酱甜的那種感覺 對 那如果你用香精的 對 就像剛才我們試的 你只要滴一滴 這個成本 這個一般其實現在滿普遍的 也可以容易找得到 網路上也看得到 其實它一公克不用一塊錢 一公克可以泡三杯 所以重點哪裡 就是大家在喝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應該只有香氣 它沒有茶的那個口感 對 它有茶的味道而已 原則很喜歡 你就因為你喜歡奶茶 所以就被奶蓋掉了 感覺有聞到茶的香 但是你吃不到茶的味 對 它就被奶蓋掉了 所以像有的業主他打說 他真的是真正的茶葉去泡 其實也不一定 像憲哥講 它可能有茶莫 茶渣 那劣質茶它就是說 可能它是當底 其實大部分是這樣 就是它用一個基本的 真的是有茶葉的當底 因為它可能用劣質的 那越南 越南茶 大家現在最擔心就是 那個越戰的時候 灑了七千七百多萬公升的 那個 對 整個那個南越幾乎都是 到現在很多殘害 還在幾十萬人 都還有遺毒的 對 所以剛剛除了有機磷農藥 所以之前我們台北市有調查 90%以上的兒童 國小兒童 有機磷農藥 所以有機磷農藥的傷害 會跟茶莖有類似 它會造成 對 所以現在小孩子 很容易坐不住 對 一個班裡面有時候 以前我們這種年代哪有 哪有過動兒 那個現在的年代 一般最少五個十個在那裡 跑來跑去 老師叫也叫不停的 老師 那像茶莖 它主要成分是什麼呢 茶莖都是用化學的 用酒精去萃取一些 酒精 對 再加上剛才我們看到有顏色 對 所以它這個茶 它這個裡面就有顏色跟味道 第一個顏色是綠色 對 像我這個是冬瓜茶的 冬瓜茶也有 冬瓜茶也有 冬瓜茶 它就是有香味 但是它就是用溶劑 去溶洗一些化學的香料 再加上一些色素 我也要聞 那是冬瓜茶的香味嗎 你喝看看 這不能太濃 你加水才行 喝看看 好香喔 對 真的 就是像那個外面喝到 而且我們會覺得它是古早味的 那個冬瓜茶 不要吸太太 不要吸太太 對啊 有 像不像古早味那種 很純很純的味道 好純喔 所以這種香精 你想想看喔 我沾到手 對 如果我去洗會洗不掉 洗不掉 它會殘留很久 我到現在整個支氣管 都有感覺到 冬瓜茶的香味 難怪喝下去的話 可以撐一兩個小時 都覺得還有那種茶的味道 所以你買手搖杯 你自己有時候機會 它是不是天然的 是 你喝完以後 那個杯子放著 如果它半天 一天都還有那個茶香 對 那是不大可怕 那請王老師來教我們一下 到底哪一種是有加茶精的 哪一種是真的茶葉泡的 我們要怎麼來辨別 你們覺得是哪一邊 是真正的茶葉泡的 我覺得這手 這是真的 王老師的左手 對 淺的是茶葉泡 所以袁甄跟甄莉都投左手 對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右邊 比較深色的 好 這是真的茶葉泡 以多年的角度是喝那個 手搖杯 對 這個是用茶葉泡的 對 這個是市售的 對 主持人要看 因為我是真的每天在喝茶葉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右邊 是真正的茶葉吧 要淺那個 這個是真的茶葉 因為好像一般茶 我在喝茶葉很少看到泡 只有手搖杯才會有泡 茶葉 對 對 你泡起來也沒有泡泡那麼多 我這樣覺得 其實我們這一題 那個製作單位有一點送分 因為它顏色沒有調得很近 這個泡泡也事先露出馬腳 對 那手搖杯也會有泡 沒有 其實應該這樣講 真正我們泡茶葉 當然沒有錯它有一些氨基酸 是 那香精做了它是一些化學成分 對 那如果再加了糖 最簡單的方式沒有錯 你就是固定給它搖大概五下 你一樣搖五下 對 你就大概靜置一下 大家可以這樣看一下 真正的茶葉 是 沒有泡 對 很快就沒有泡了 對 那一邊好像啤酒 對 因為它有一個 形成一些 它就會泡泡不容易消散 如果再加了半糖或全糖 這個泡會持久得很久 你可以先買那個純茶的 不加糖的 然後咬一咬看看 那如果說泡沫很多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現在剛剛談到 就是含糖的啦 飲料啦 那不健康對不對 我們不要喝 我們來選擇又健康 又營養的飲料 不就沒有問題了嗎 潔嶺 對的 又健康又營養的飲料是什麼呢 就是 牛奶 牛奶裡面含有豐富的 蛋白質 胺基酸 維生素 礦物質以及鈣質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 牛奶來補充營養 小孩子一天一杯 越喝越高 跟大樹一樣高 但是現在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喝到假奶的話 小心 心血管疾病來少喔 那呢 假牛奶 假奶 假奶 幹嘛笑成這樣 林群峰 對 是假的牛奶 講到假奶笑成這樣 開心成這樣 那我們就先請群峰哥來 先看一下 這兩杯哪一杯是假奶 因為你會笑啊 感覺你分辨得出來 群峰笑成這樣來說 他應該對假奶 對比較有研究 他對假奶比較有研究 你先用看的啦 用看的用聞的 看你可不可以 觀察得出來 先用聞看看 你有在喝牛奶的人嗎 我 有啦 運動員都有吧 以前 但是喝我們喝都會拉肚子 蛤 為什麼 你晚上喝就不會拉 你喝牛奶會拉肚子 因為我們東方人 對牛奶其實比例滿高 都只有過 對 我也會 所以我也不喝奶茶 那你喝喝太多 所以你從來不喝牛奶 試看看啊 聞得出來嗎 好像喔 這一杯的奶粉味比較重 這比較像7-11買得到的那個味道 便利商店的奶 對 因為從來沒聽過說 牛奶有假的 鮮奶耶 鮮奶怎麼可能有假的 好喝嗎 好甜 那你再喝看看 好甜 好甜 牛奶這麼甜就會感覺有點怪 所以你覺得哪一杯是假的 不是 喝完完蛋了 都一樣 整杯喝看看 再喝幾個喝 不要乾杯喔 有一點給季妹妹喝 是真的都一樣的味道耶 真的喝不太出來 所以像群鳳 你剛剛講說你是不喝牛奶的人 我喝啦 但是很少再喝 因為喝就會 因為運動員不是都一定要喝牛奶嗎 對啊 對 但後來我就把它改成調味乳 我是調味乳 喝調味乳 那喝調味乳你是怎麼選的 不是 我是選我自己想喝的 甜一點的 像蘋果調味乳 果汁調味乳 對 就很好喝 哪有 最好喝的是巧克力 巧克力 對不對 對啊 巧克力才甜 所以甄莉平常喝牛奶 我平常也不喝牛奶 因為我喝牛奶會拉 所以我不太喝奶茶 都一樣拉肚子 對 所以我只有在懷孕的時候 醫生說要補充鈣 對 所以我就喝巧克力牛奶 然後醫生說你喝錯了 因為胖太多 那只有糖 沒有鈣 一點都不好 而且這樣子是一個錯誤示範 真的嗎 因為你懷孕想要補鈣對不對 對 其實牛奶裡面大家都知道鈣很多 對 但是巧克力如果加在牛奶裡面 就沒有啊 就是沒有 就是因為巧克力的 那個草酸比較高 對 草莓一樣 所以草莓牛奶 巧克力牛奶 我比較不鼓勵 你想要補鈣的人 會阻止你的身體吸收 對 它會被草酸蓋 所以許醫師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公佈一下 到底哪一杯才是真正的牛奶 事實上A是真正的牛奶 A 然後B是 原真剛剛以為的假的 假的 對 原真剛剛以為是真的 真的 我喝到後來都是假的 還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搞得我們都暈了 對 我們到底要怎麼判斷啊 牛奶跟鮮奶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的這種牛奶 事實上除了部分它是鮮奶之外 是它加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鮮奶就鮮奶 對 它有可能加一些牛奶香料 或者鮮奶去調出來 那鮮奶其實你長久 對我們身體的肝腎功能 事實上還是有可能會有影響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真假呢 從哪一個來看呢 事實上我們喝 其實喝不太出來 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分辨 那從它的那個標示 只能從標示去看 事實上像A這種真的牛奶 事實上它裡面含的乳的成分 事實上相當的高 是 那B這種的話 事實上它是有部分 像部分是鮮乳 它下面有很多的副原料 對 加了很多的像 一些水啊 奶油啊 乳化劑啊等等的一些 對 還有什麼維生素D啊什麼的 加了很多的東西 海藻酸呢 另外那個都完全沒有 另外就是純生乳這樣 除了這個標示 你注意看它有一些破載 對 你看綠色的那個標章裡面 它的成分欄裡面它寫 蛋白質含量在1.5%以上 對 成分那裡 其實在我們的 我們行政院有這個 所謂的鮮乳標章 有有有 這個鮮乳標章就是鼓勵大家要認 第一個先認這個標章 因為這個標章就是 國家已經把關過很嚴格 它不可以任何添 鮮乳就是鮮乳 擠下來只是殺菌 就裝瓶 不可以加任何東西 對 所以之前爆發很多什麼奶粉 三菌辛亥事件 就是因為給人家偷 西式以後偷加的東西 所以這個 第一個它的蛋白質含量 就一定要 你第一看 你看 有的會寫 還有一個它會符合這個 CNS3056的鮮乳標準 對 這是一個第一個 那你要看蛋白質的含量 是 那有的它每一家公司 它有的會標直接百分比有沒有 有的是符合3055 對 這兩個都要通過 那你看鮮乳那個地方 它沒有寫百分之比 但是你看一下它的蛋白質是 9.3克 是290毫升 你除以3 大概就是3.1公克 所以它就鮮乳的蛋白質含量 有超過百分之3以上 這是一定要看的 如果沒有超過百分之3以上的 不能講它是純鮮乳 一定是稀釋以後再加奶油 就像調味乳這種的 對 表示它的蛋白質已經被稀釋掉 這是最直接給判斷的 所以口感 第二個你就口感喝 真正的鮮乳應該是很清爽的 那鮮奶有分全脂 低脂 跟脫脂 那如果喝脫脂高鈣這種OK嗎 一般我不建議 我自然派的人 我是不建議喝脫脂或低脂 自然派 為什麼 因為老天給我們的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很均衡 為什麼 因為牛奶裡面有非常豐富的維生素 包含A B E K 都是脂溶性的 油溶性的 如果你今天把牛奶裡面的油 全部拿掉 你喝這個鮮奶裡面的脂溶性維生素 就不容易吸收 還有一個第二個 口感不好吃 脫脂的牛奶沒有香味 因為奶才有香味 那如果小孩已經胖到 都已經30公斤了 才4歲 你覺得還是要敢喝嗎 沒錯 要給他喝全脂嗎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好 美國有 因為美國肥胖全世界最厲害 他們有做過實驗 給減肥的人喝脫脂 不見得會比喝全脂的減得多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吃太多脫脂的東西 身體 我常講油是一個營養素 對 你今天不給我這個營養 身體會告訴你一直要去吃 所以你這邊沒有得到 他會叫你去別的地方得到油 這樣了解這個概念嗎 那其實有很多的家長 因為小朋友也是不喜歡喝鮮奶 他們就想說 那就給他喝一些調味乳 或是有一些像憲哥講的 什麼薄酒乳 對不對 可以放很久的 而且裡面有加麥芽 加巧克力 對 甚至咖啡 什麼通通有 加了亂七八糟 所以許醫師像這種調味乳 薄酒乳 他喝了健康嗎 喝這種乳 事實上多了之後 你可以去檢查 所以說喝這個 它的含糖量它可能就上升 病人的血糖可能就增加 那它的含奶量也比較低 那重點就是 那這些調味乳 跟我們一般真正的那種 真正的生乳 其實它比較起來 它的 事實上 我們可以看這個熱量 其實它 你看這種 調味過的 調味過 它的熱量 每100CC 就有61大卡 所以你這樣 這應該是差不多300CC 300CC 對 所以乘以3的話 180 就180 吃進去 你快三分之二晚飯 因為以前我賣過養肉的 我知道 外面它先來 它規定差不多7天到14天 對 那你到了差不多11天的時候 很多人它就不賣了 因為你 人家不拿 人家一定從裡面拿出來 而且就叫人家從裡面拿出來 那些先來跑到哪邊去 去哪 收回去 再加那個果汁 加一些調味下去 然後再經過過濾 那個過濾以後再出來 真的假的 對啊 它就變製造日期 製造日期又再可以延兩個禮拜 對 因為它再經過精汁以後 它就不容易壞 那你先來來講 它有一定的期限 對 那如果你進去看 你說看到那個 今天是8號 你看到9號的你會買嗎 你一定不會買 你一定從後面拿出來 對 那如果我們喝到白牛奶 可是它很濃的香味 這樣對嗎 其實這個部分是因為 一般現在的大型的這些牛奶 它們都是收來的 對 就是契作的農場 落籠 落籠收回來 那它們一定要控管品質 因為我常常說 你看 你們家養的牛極的奶 跟我們家養的 會一模一樣的味道嗎 基本上就不可能 不會 對 所以還有季節也有關係 沒錯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均質化 就混在一起 又把它統一做成一樣的口感 對 所以我鼓勵大家 如果你在選擇上 一般像我們如果真的有到單一牧場 像有時候我們就在台東那種單一牧場 或者是我們去一些鄉下比較 就是單一牧場生產的純牛鮮奶的話 其實喝起來是很清爽的 就是它喝下去有奶香 但它不會感覺那麼油 還是黏在 那就是鮮奶油的味道了 基本上不應該這樣 那既然飲料也不能喝 夾奶又有問題 我們來喝最天然的 應該不會有問題了吧 對 蜂蜜自古以來 就被當成是很好的天然保健聖品 不僅可以養顏美容 預防感冒 還可以抗過敏 抗疲勞 但是現在要告訴大家 蜂蜜也有假的喔 假蜂蜜不養生 反而傷身 現在手上一樣有一個假的蜂蜜水 一個真的蜂蜜水 那似乎我們要再次請到我們的勇士 再幫我們看一下 哪一杯是假的呢 這個我就喝得出來 真的 你跟糖有關係的應該都可以變 每天都有在喝對不對 以前 以前 皮膚一下 香味聞得出來有差嗎 這個 這兩個顏色也不一樣 這個 B B聞起來比較香 是 A比較沒有味道 A比較沒有味道 這個比較有味道 那喝起來呢 喝起來這個比較淡 A比較淡 B比較甜 所以呢 所以你覺得哪一個是假的 哪一個是真的 所以重點呢 我真的猜不出來 不是 應該是B吧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如果有味道都是B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B是真的 那老闆娘來試一下 B應該是真的 你看老闆娘都有機會 不是啦 怕你有毒啊 不敢跟你的 不是啦 她怕喝到我的口水被她老公罵 好 那所以 我覺得是B B喔 B比較甜 B是假的 B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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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假的 因為A比較沒味道 對啊 其實封面很有味道 沒有吸管 幹嘛自備啊 好 遠征也喝一下 對 B比較像 B好喝多了 對啊 B好喝 所以大家都一致覺得B是真的 B是真的 B是真的 我們請王老師幫我們公布一下答案 到底A跟B哪一個是真的 對 其實我也沒有喝 我也沒有看 他們準備了 其實肉眼一看 A才是真的 但是製作單位應該是A的嘛對不對 沒錯嘛 真的 我沒有喝我不知道 A不甜耶 對 但是為什麼我說肉眼一看 為什麼 因為真的蜂蜜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怎麼分辨 光從顏色 泡水跟泡茶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用喝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蜂蜜 所以我一直都是喝假蜂蜜嗎 對 我覺得那個B才是我平常喝的 好喝多了 對啊 是我平常在喝的味道 第二個 假蜜B全部都是透明的 它幾乎沒有東西 為什麼 因為蜂蜜是天然的 它一定有一些花粉 有一些酵素 有一些氨基酸 它融在水裡面 絕對不可能是透明 不過我們先請問這個許醫師 喝到假蜜 對人的身體有什麼危害 如果非常低價的這種蜂蜜 那有可能是不是 從某些地方進口進來的 那在進口進來的蜂蜜 它裡面可能完全 蜂蜜的成分完全都沒有 像之前在中國大陸 他們在重慶 今年六月其實就有發生過 就是有抓到那個假的蜂蜜 它裡面一滴蜂蜜都沒有 都是水 連一滴蜂蜜都沒有 都是水 糖 還有一些色素 還有一些香料去泡出來的 好厲害 它為了讓這個有那個黏稠的口感 它甚至在裡面加了像 加冥蜜 冥蜜裡面是鋁 鋁我們人攝取多的時候 事實上身體的鋁太高 它容易造成貧血 有人嚴重的像 那更嚴重的話 像鋁如果堆積在腦袋 那有可能會類似像 發生像類似一些 其實在台灣蜂蜜 因為我們以前在鄉下 我們家種很多人 就種很多甘蜜 那有人就那個養蜂人家 就來在樹底下放一下 放三百箱五百箱 對 那它不付租金給我們 但是它在收蜂蜜的時候 它會送我們兩大桶 就是直接打的 那有時候你如果那個花開了很多的時候 蜂蜜就很多 那沒有的話怎麼辦 它就直接養糖 用糖醉的香醬 那這樣還好 它有經過它身體的消化出來 還是有很濃的蜂蜜 憲哥你還有他電話嗎 記得抄給我們 所以其實 你比較擔心的是真的假的問題 沒關係 我們請專家 請王老師來教我們 好 因為現在觀眾朋友 不像憲哥 你說以前我住過鄉下 真的有看過真的蜂蜜 現在人真的 吃豬肉不知道豬怎麼走 好 所以最簡單 你如果到賣場去 或者是路邊推銷的 我教大家望聞問切 跟中醫看病一樣 先望 望就是看 所以第一個 真正的蜂蜜 當然也有標示 那當然現在國家有規定 養蜂協會也有一個它的標章 是 它這個養蜂協會的標章 它也有身分證的字號 你可以追查得到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成分 當然它這也有強調 它的所謂通過什麼檢測 對 那再來你要看這個 各位從鏡頭裡面可以看 我的手指這樣應該是不清楚 對不對 對 應該是望望 看有什麼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你看這種一般是調和的 就是假的 就清楚了 真的 連我的指紋可能都快看到了 沒錯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你要看一下 天然的蜂蜜 因為蜂去採花粉 花蜜 它一定會有一些花粉 有一些蜜 還有一些它的口水 就是酵素這樣 對 所以它會有一些冒泡 鏡頭看得到嗎 這邊 有沒有 其實它天然還在發酵 所以它會有很細微的氣泡在裡面 有沒有 對 那甚至濃度高 它會有一點點這個結晶 這個很正常 結晶在底下沈澱 現在不是說那個蜂蜜 你只要不要開封 它可以放很久 真的 蜂蜜本身是可以防腐的 可以防腐 可以放非常久 那開封之後要放冰箱嗎 一般其實蜂蜜 除非你的小孩子是給人家 用湯匙在這樣子 你口水給人家碰到了 不然你真正用乾淨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冰的 真的 對 好神奇 真的 這是第二個 所以它這個就不會有氣泡 對 全程都是透明 也沒有什麼氣泡 非常純淨 這兩個差別就是在氣泡上 這第三個 望聞就是要聞聞看 所以你們可以聞聞看 天然的蜜有一個發酵的 淡淡的類似酸味 淡淡的 發酵 你誇張了你 誇張 你們對比一下 這個就是你們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調出來的味道 這個好香 這個也很香 對 我們常喝這個 對 我們常喝這個 你們喝都這個 對 所以這個味道就是調出來的味道 對 這有一個蜜的香 然後這個就有一點 真的好臭 好臭 發酵的味道 可是這才是真正的蜜的味 你們現在都把假的蜜的味道 認為是真的 對 現在假的就比真的還漂亮 這個你可以聞聞看 如果你有聞過你的真蜜就是這個味道 要有發酵的酸味 這是真的 這個就是很香 很蜜 對 這個就很蜜的味道 那之前大家也知道過 用那個 加在水裡面去搖泡泡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 其實搖泡泡已經比較不準 因為現在大家磨高一尺 刀高一丈 你只要甜度高 更精進 對 你甜度高 它就泡就很容易多 那我教大家另外一個辨別的絕招 好 就是你準備一杯濃度稍微高一點的 綠茶或紅茶 是 那你用等份量 烏龍茶不行喔 烏龍茶會比較看不出來 對 要純的茶葉嗎 是 純的茶葉泡的喔 你不能買到假的茶 金茶葉的不準 好 你要真的茶葉泡 是 要試真蜂蜜 要買到假茶 對 假茶 我們把它攪拌一下 各位注意看 因為這個真的蜜裡面 有一些氨基酸的成分 對 那泡到這個茶裡面 當然它就會結合一些茶蒜 對 你就會發現 對 一個就會有一些螺螺的感覺 對 因為茶鹼 丹寧酸 它會跟這個真蜜裡面的一些氨基酸 或者一些礦物質會結合 是 結合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像草酸鈣就會結合起來 就會看得很明顯 那假蜜 一點礦物質可能都沒有 不要講什麼氨基酸維生素 所以它不會結合 是 所以用茶會比用水更明顯 也可以最後再喝喝看 喝喝看 有沒有誰想試試看 我想試看 好 現在你已經到哪一個去跟哪一個 我也有我自己的 我要加碼 那你也傳好了 今天自己帶來想檢驗一下 我們也可以試一下 你喝喝看 口感應該是有滿大的落差 對 有 你用西瓜 你很該生 還不要吐回去 還不要吐回去 你不要吐回去 不是啦 不要吐回去 我會吐回去 不是啦 因為我吸起來 我要吸的時候 它就掉下去 你少了你 你氣 然後這麼酸 等我喝 你們就不要喝 真的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所以甄莉你喝下去 你覺得有差嗎 真的比較酸 對 有差 這個真的就會喝起來比較酸 真的有差 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 就是我們平常在喝的 這就不是我平常在喝的 這不喝的嗎 這不喝的 真的不好喝 是真的 所以那個假的喝起來 就像是糖 甜 其實我們去買那手搖杯 它也有蜜茶 其實它搖出來也是這樣 就是這個味道 而且很好喝 因為它幾乎都是用糖去調出來 對 甚至有高果糖糖醬 所以它比較甜 那你就習慣了 那這個它的糖 其實只有50% 所以它不會那麼甜 對 好 那袁珍今天加碼 有沒有請王老師發測一下 望文問切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 第一關有過關 第一關有過關 第二關也有一點這個 發測 第二關 那第三關就聞一下 我也要 你不要講 你先不要講 我們現在聞得出來 對 聞 還有一個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聞會比較有一些客觀的因素 對 為什麼 因為它的 它是龍眼蜜 這個是白花蜜 對 所以這跟花的來源有差別 所以味道 因為我剛剛聞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是真的 這是真的 東北蜜比較濃 它聞起來也是有一點點酸 發酵味 但是那個香氣可能會不一樣 對 可是沒有那麼蜜的 對 東北蜜比較濃 那個味道比較 所以那個白花蜜 它的味道沒有那麼濃 對 因為觀眾朋友很多 他們沒有真正聞到 有點難體會 可是我覺得王老師 分享幾個方式 也滿簡單的 就是手指頭透不透明啊 有沒有氣泡孔啊 這些的 對 然後加下茶之後 這真的 你可以對一下 這個 這個是 對 這個 這個 唇 一些些唇 對 不是一些唇 它是龍眼蜜 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看樣子蜜泡在茶裡面喔 對 它的裡面的礦物質 它的胺基酸含量 可能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它呈現出來 這個就很純 可能濃度比較高 對 那一樣是蜂蜜可能它濃度會比較低 那這個是沒有 對 就是完全沒有 王老師 那像我們常常在賣場買啊 它除了長這個樣子的蜂蜜之外 它有那個乳白色的蜂蜜耶 那個是跟花種的關係 而且吃起來會有那個粉粉渣渣耶 那個是有花粉沒有剃掉 因為我們台灣的蜜比較單純 就是這兩三種而已 對 其實如果有機會到國外 他們的蜜分得很細 專門採桂花就桂花蜜 專門採杜鑽花就杜鑽花 是 那顏色甚至有的會有淡紅色 有的粉紅色 都有可能喔 對 那台灣比較 我們比較少看到這樣 好好玩喔 但是一定要強調大家 吃到真的蜂蜜 才有辦法 什麼潤喉 脂殼啊 對 或者是有一些 什麼抗過敏 或者是 小腸胃 想說任喉 要再喝一下 然後又吐回去了 這邊 這邊我們兩個感情 吐回去了 那王老師我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外面買的飲料 我們不敢喝 那你是不是教我們 自己來做一個 比較好的 比較安全 比較健康的飲品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就用這個純蜂蜜 來做一道健康的莓果冰沙 那我們今天準備一根香蕉 等一下我們全場 都可以喝到一碗冰沙 那我做這個冰沙又要 而且香蕉營養價值又很高 對 相較還有一個功效 它要當一個爭籌的功用 那一般我們講 以水果類最健康 十大 全世界評定十大最健康 就是藍莓 紅莓 對 護盆莓這種莓果類 它這個花精素很多 對眼睛 對血管都很好 所以你光看這個顏色 很紅 感覺很補血 這個是新鮮的小紅莓 哇 這個不要太多 因為這個很酸 所以如果喜歡酸的 我就加一點點的酸 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腎臟泌尿道都很好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 大概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像一碗 我們就一大碗的這個冰塊 那再加大概一小碗的水 因為下面的冰可以打得動 需要一點水分 需要一點水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加上我們最天然的什麼 蜂蜜 它就很好吃 這樣要加雞湯水 蜂蜜就看甜度 甜一點 或者是等一下打起來 你可以把它淋在上面吃 我們這裡是有三隻螞蟻 螞蟻 那我們就多一點 半罐 但這一點也太多了 蜂蜜應該運動可以代謝掉吧 蜂蜜可以 因為它的甜度比較低 好 那我們就把它這樣蓋起來 好 然後就直接把它打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按個幾秒鐘 冰沙就完成了 對 而且看起來好可口 而且很營養 跟我們在外面買啊 口水都要流出來 然後那個一大杯 你看 美果冰沙很貴耶 而且對 這是 美果對 其實真的美果很貴 不是色素條的 所以你看這個 加起來像冰淇淋 很漂亮 而且是純天然的 小朋友吃我們也比較安心 對 加的蜂蜜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們餐的是螞蟻 真的 加的蜂蜜好吃 差很多耶 所以原真是不是可以吃到 新鮮的感覺 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像那個 小朋友很喜歡吃斯勒冰 這個等斯勒冰 可能健康很分幾百倍 好很多 不要再吃斯勒冰了好不好 對啊 今天一整集下來 其實我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先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 這麼健康又營養的 莓果冰沙 觀眾朋友趕快學起來 只要準備新鮮莓 香蕉 蜂蜜跟冰塊 放進果汁機打成冰沙 不但可以消暑解渴 愛美的女性朋友們 也不用擔心肥肉跟著來喔 在那個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又學會一道冰沙 好開心喔 對 因為你知道其實現代人的生活 不管是健康的飲料 或者是不健康的飲料 其實飲料就已經成為大家 必不可分的一個很重要的 生活必需品 最主要是太方便了 沒錯 你外面哪一個地方都可以買到 甚至你到阿里山上都可以買到 所以就是台灣人 真的是在住在台灣最方便的地方 不過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會做 可是我們每一次請到的專家 教我們的都是最簡單的方法 沒錯 而且今天我們學會 知道真正的牛奶怎麼分 然後知道真正的蜂蜜該如何選 然後這個市售的飲料 也是可以喝 但是今天有教大家如何健康的選擇 那我們最後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我們當然是享受夏天 清涼順口又香甜 熱量香精喝下肚 喝進去的是窮江異葉 失去的是身體健康 飲料偶爾喝 享受奢侈一下無所謂 但是希望你天天喝白開水 安心又舒服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而且最後真莉媽媽 你已經彈舊了 太好吃了是不是 好 那今天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今天快睡覺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